曹操的女儿都倾国倾城,为何只嫁同一人呢? 曹操有他雄才伟劣的伟大政治家的一面,也有他为了自己的利益,自私的封建统治者的一面。 在他看来,为了自己的丰功伟业,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县帝是非常值得的。 曹操嫁给汉县帝的三个女儿分别是曹县、曹杰、曹华。 曹操之所以把三个女儿都嫁给汉县帝,无非就是控制汉县帝,让汉县帝身边少了一股势力,外戚集团。 这样,曹操反而成了汉县帝的国障,更加方便他携天子以令诸侯。